What's up 大家好 我是你們的NCG的AKMCGIN 歡迎收看今天的節目 沒錯 我一直想做這個議題 但是也礙於我最近很少吃泡麵 在潛眉 大家今天為了拍片 為了你們 我們今天要來試 野格 究竟配上5種泡麵中的哪一種 先解釋一下今天的參賽選手 新拉麵 瑋利雜香麵 萊克 鮮蝦魚板 滿漢大餐 蔥燒豬肉麵 拉麵道的日式味噌 由於我覺得野格是有八角味 既然牛肉麵妹也有八角味 如果把它們兩個倒在一起 應該是很不錯 應該蠻屌的 但前提我還沒有要加啦 我們要先試試看 就是單純吃跟喝 配上去到底味道 哪一個最適合配野格 我先幫大家複習一下野格的味道 好好喝喔 尤其冷凍過的 複習味道真的蠻北南的 複習味道 幫大家複習 來 我先來吃一下 萊克鮮蝦魚板 我一直覺得這是我一個兒時的回憶啦 小小碗 然後味道淡淡的 有時候喝完酒的時候會想起 它的味道就想起我 小時候的味道 我剛剛想說一件事 我們兩個要吃完這五碗泡麵 我還蠻能吃泡麵的 我的兒時回憶都是泡麵 我們都有點心酸 好 哪一個複蝦魚板 配上野格 只有野格 複蝦魚板大概就是王聰明的吧 現在講王聰明當然不知道 其實我不知道新版的王聰明叫什麼 我也知道王聰明而已耶 反正就是小鈴鐺 對 哆啦A夢的角色 胖虎 小夫 哆啦A夢 大雄 淨香 還有一個大雄會吃醋 功課很好那一個 我只記得舊版的王聰明 如果你知道新版的名字 下面留言好不好 史上最沒有意義的留言 第一個我覺得 來一顆蝦魚板 是很適合平常吃的 可是野格的個性非常的強烈 他們兩個在一起的話 大家只會注意到 大雄有毒廢 不會注意到王聰明的醋 你現在在罵野格嗎 也沒有 大家都知道我喜歡他 好 下一個 拉麵到的日式味噌 它算比較貴的泡麵 它有比較貴嗎 我記得我小時候吃 要存錢才有辦法吃 35塊啦 就是多少 25塊 貴10塊 大概多存一個禮拜吧 差不多 好 我們來試試看 拉麵到的日式味噌 這喝醉吃也蠻讚的 野格 還是只有野格啊 我現在是不是選錯題材啊 野格是不是太強烈了一點 我糾正一下我自己 我覺得前面兩個不是不合適 是可以搭 可是我覺得不有趣 但是如果你要這樣配的話 也是ok過 但是它不有趣 所以我先把它放在一個很無聊的位置 王聰明2號 結果人生大概就是這樣 平不清雲 非常的沒有一些波蘭萬丈的事情發生 再來滿漢大餐 小時候覺得這肉塊超奢侈的 很高 這塊肉排啊 是肉排 而且你知道後來我才發現啊 很多人在吃這些泡麵的時候 會丟一片起司上去 是那種汁濕樂那種丟上去 他們說吃起來會味道變得超級美麗的 奢侈 奢侈的感覺 一種奢侈感 那種騙自己的感覺 小時候覺得吃真的超幸福的 尤其在大學吃 我覺得自己超級美麗的 我覺得蔥燒是有機會喔 而且我們今天所有的泡麵給大家參考 是我們是全部的醬包全下 包含辣 如果有辣我們就全下 終於有一個要進入到比賽裡面了 蔥燒牛肉麵的油味跟辣油香 我覺得配上野葛有一種 兩個交疊在一起 因為野葛是很甜 然後很潤的一種酒種 配上這個下去的時候 感覺是讓這個酒種變得更有趣 變得更多的個性存在 我覺得 OK 第一個進入賽程的是 滿漢大餐的蔥燒豬肉麵 前面兩個肯定是在四五名 我現在論的是有趣度 那滿漢大餐目前我覺得表現 尚可 再來是 辛拉麵 這是辛拉麵嗎 其實我不確定 因為它上面寫新 通常寫新我就要辛拉麵 我覺得我們今天很選錯久 野葛就是胖虎啊 很難忽視他 你知道嗎 辛拉麵雖然說有辣 可是辛拉麵的辣不像是 滿漢大餐的辣那麼的香 它有辣就是有一點 單純舌頭辣一碗 所以我覺得 我目前有辛拉麵最後一碗 我覺得不太行 好 你剛剛沒有把湯倒出來喔 麵麵超大碗 變成大碗 困盤耶 這麼大一碗 大家 我自己覺得這應該是會過的 豆瓣 嗯 拌一下喔 拌一下 這樣麵麵太多感覺 這樣好瘦 這告訴我們要吃大碗的 威力炸醬麵就是泡酒 泡酒一點吃比較飽 好可憐喔 我們今天為什麼自己特別可憐啊 沒事啊就是小時候的回憶 因為小時候我家裡管我錢 還管太嚴格了 我的大學生活費通常都比同才少 害我都要去拍MV啊 打工啊 發傳單賺錢啊 不過長大以後覺得是好 不然我覺得以我的花錢模式 我覺得那時候我覺得是一個終極大美男 你知道嗎 所以我也是蠻感謝我爸媽 好 來囉 唯利炸醬麵 開始 卡對 卡對 唯利炸醬麵對 真的 八角味的東西 我猜唯利炸醬麵配威士忌應該會對 因為它是那種中式醬料 然後配起來就是 兩個都很溫和 兩個都很溫和 就是一對老夫老妻 他們早就應該在一起 而且他們也可能在一起很久的狀況這樣 食指交扣 大概是這感覺 我覺得唯利炸醬麵很棒 所以我給一下我目前的評價 第一名 唯利炸醬麵 第二名 滿漢大餐 第三名 萊克 第四名 辛拉麵 這是我野格配泡麵所給出我自己的評比 但是我得要說 唯利炸醬麵贏很多 非常多 滿漢大餐在比賽的規則上 這三個除了這個有點不及格 這兩個算是有點太過於平淡 所以平淡到我覺得他喝什麼酒都會搭 OK 還沒結束 為什麼我今天選野格 這三個我們就先不管 那這三個你吃 因為你今天開車 所以這三個你吃 這兩個啊 既然我在我的口中 確定他的味道是對的 我們就來做一件事情 我一直覺得 把對的酒加到泡麵裡面去 應該是有機會 讓這碗泡麵變得更豐富 應該吧 但是我答應你們 我絕對不浪費十一塊酒 我倒進去 我就吃完 再結束拍攝 媽 來囉 我先加到唯利炸麵 酒精味好濃 但是我跟你講可以吃 可以吃 可以吃 真的可以吃 變甜了一點點 然後多了一點八角的香味 老實說 如果你是喜歡吃花雕雞啊 或者是烙酒雞 我覺得是OK的 但不要加太多 就有點像 你在加醬料一樣 加進去 我覺得有點對到一些 更豐富的味道 我覺得不錯耶 再來我們加 滿漢大餐 究竟加的馬漢大餐怎麼樣 目前唯利炸麵是過的 先不要加太多 我直覺其實馬漢大餐 應該加高粱會更多 嗯 馬漢大餐不是 馬漢大餐的湯頭味道太濃 所以這東西 進去以後 就變成只剩酒精味 你知道嗎 它沒有任何其餘的香味 單純就只是 有酒精味而已 我覺得不正對 給結論了 所以我們適合是 泡麵配野葛 我會跟大家講 不管是加進去 還是配著喝 最適合搭配野葛的泡麵就是 唯利茶醬麵的 下集見 我答應要吃完就要吃完 但其實我從來沒有在一餐吃過 我吃過兩碗 而且是大碗 我也是大碗 他媽的大碗 好 我答應會吃完 但是我需要一點時間 大家不要浪費這個時間 好不好 如果你喜歡這一集的話 不要忘記分享按讚 去我們的Facebook 按追蹤 去我們的YouTube開小鈴鐺 按訂閱 如果你有任何有關 吃的 酒的 配起來很有趣的 都歡迎來信 來訊 跟我說 下集見